新闻深喉咙 永多深 化多深 中式月餅切开 香酥饼皮包裹着红豆泥 麻糬 蛋黄以及肉铺 微甜微咸 口感层次丰富 所见中秋送礼商机 连锁咖啡店业者今年将价格全面拉低 那么还推出了像这样子的月饼礼盒一盒不用250元 业者说去年月饼最低价一盒280元 今年是一盒225元 最高价的礼盒价位从760元调到750元 因为送礼的一个市场现在在台湾来讲的话 这个大概四五百块是一个大家普遍能够接受的一个送礼的一个价位 百货公司也统计103年中秋节的月饼礼盒平均客单低于800元 牢灶高饼店的礼盒平均价格都在500元以下 也成为市场大热门 就是比较普通的话你就简单像送一个礼盒 两三百块这样就OK 进的话它是比有逐年再成长 它大概成长一到两层 中秋礼盒价格一窥景气现况 形成有趣的月饼指数 最后连男性内裤也与经济有关联 像我们这个材质它是细细排和透气的 非常好穿 穿起来非常舒服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 日前提出当经济良好时 内裤销量会平稳上升 但当经济萧条销量就会减少 主要就是因为男性会节省开支 选择少买内裤 这个月有比较差 就是跟往年比起来 百货专轨为业者也感受到今年景气差 直呼真的比去年同期难卖 业绩少了两三成 不过卖场的评价内裤销量反而提高 因为价位偏低 几乎都不超过两百元 业绩比去年成长五成 因为穿在里面又不用买太好 这种替换率高的东西 不需要买到太好 国发会日前公布六月景气灯号 由黄蓝灯转为蓝灯 代表景气低迷不振 不认是月饼指数还是男性内裤指数 庶民经济指标也成为景气风向球 季野 孙培众 月方 台北报道